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为你介绍的是清润排毒去口气汤 这个汤非常清甜 亦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吃火锅 或者吃了很多肥腻的肉类 材料有两条白质鱼 一个青萝卜 两砖硬豆腐 三片姜和两粒蜜棗 鱼我们先洗净 质鱼本身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而且它有健脾和益气的作用 所以对于脾胃虚弱和气血虚弱的人 都是特别适合的 姜是去皮 待会要切三片就够了 姜有驱寒的作用 而青萝卜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它除了有利尿和止射作用 它又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又有抗癌 另外身体排毒和清热 还有青萝卜还有很高的维他命A 所以对眼睛也有帮助 好了,我们先烧热一个油锅 接着就爆一下姜片 接着鱼就抹干水分 接着我们再煎鱼 再煎鱼 豆腐我们就切件 豆腐也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而且豆腐的性质是偏良的 它又有清热和排毒的作用 我们首先冲洗一下材料 接着就洗完煲鱼袋 也是要洗干净 和浸一浸水 鱼煎至两面金黄之后 就可以放入煲鱼袋 然后就绑好袋口 好了,水滚 我们就把所有材料都放进煲 然后盖上盖 大火15分钟 然后转小火1小时 喝之前就加少许盐调味 就可以了 我们就会喝汤 和吃蘿蔔和豆腐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频道 在我的影片下面 都会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如果订阅不到 你可以上youtube 找Cooking妈咪 王思拉厨房 一样可以订阅到的 是费用全面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